美国总统拜登在气氛融洽的拜习会之后 转过头又再次称呼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独裁者 引起了北京强烈的抗议 也使加速美中关系荣兵的努力 因为一句话而付诸东流 国际政治学者直言 拜登的这一招回马枪根本就毫无必要 更阻碍了两国破冰 劝请拜登学会婉转表态 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教授 罗斯受访时说 习近平固然全是强大 但同样在疫情清零政策和经济 下行问题上受到国内的批评 因此他认为独裁者的形容太夸张 他也分析拜习会看似畅谈多项课题 却欠缺了实际效用 例如禁毒合作 美国境内的芬太尼毒品 大多数是来自南美的墨西哥 中国能够提供的助力不大 而在更棘手的台湾军购问题上 双方也尽量避而不谈 因此拜习会只是反映 美中合作的表面形象 双方的明争暗斗依然不休 这好像我的那个台湾